二号手车准备完毕 准备 开 虽然潘永远做了充分准备 但通过铁丝往后 登车准备射击前 潘永远也停了下来 大口喘气 难道他也发生了意外 我在集训学习的时候 学习的方法 就是快速呼吸法 就是将自己大口呼吸 然后慢慢地进行吐出来 这样反复两三组 基本上心跳和呼吸 能降下来 迅速降下来 潘永远利用狙击手呼吸法 快速调整状态 准备射击 第二天天气继续寒冷 所以说在训练场 手冻僵了 根本找不到那种冻僵的那种 射击激发的那种感觉 就让自己尽快适应 觉得这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静下来 这个时候不能给自己 或者过多的压力 一连串干净利落的动作后 潘永远第二轮考核的成绩 怎么样呢 一发 两发 三发 四发 五发 六发 六发 但应该算是 优秀水平 如果是打固定目标的话 它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而我们今天打的是运动目标 证明它的提前预判能力非常强 因为我们基于手 最初学的最多的 因为这个运动目标 我打的是比较多的 首先运动提前量 把它算好 然后找好整体力量 然后进去那个调整 那个基本上还是可以吧